七百點又有黑棋衣護造型真香 比哥德爾天天做事還爽啊 什麼意思就是比他打砲還爽啊 啊彎麗 這一把紅盾鋼槍爆破了 超秀斧者和瑪洛斯在墜落的虛在幹 隊友反而輔助不出輔助 讓我們找MVP最高輸出 最高扛殺最高推塔最高积金 是超過40%輸 超過40%扛殺 起码干 到底是新版本 干什么 我们最后的夸张 好好享受吧 我想大家不用学费 可是请在下方 现在点个赞同大家 你小小点赞 对我来说是最大支持 对就是你哦 小兄弟 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 这次带来的是 吕布 不 黑棋一户的 一个实战解说 那一开始 我们这一把 超奇特 我们虽然是说 要说一下这个造型 可是 这凡恩辅助小兄弟 又不买辅助装 搞得我们中路 要去买辅助装 一开始对面 没有视野装备 悟空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而这一局 我们打的是边线 其实各位小兄弟 另外很边线的话 无论是走凯撒路 或者是走魔龙路 其实差不多的 因为吕布这英雄 对两种 对射手战士都可以 我砍对面的马洛斯 你还来指挥玩吕布 可是你用的是马洛斯 一进到大国去干他 一进一换一 就这么干掉对面 这个出装 我是十分推荐大家 因为毕竟现在白本的吕布 很吃他的被动 吃被动 那又怎么搞呢 就是用你一个 我们的圣旗战盾 出过去就对了 我闪断 一个大招过去 还在砍他 有人过来吗 没 没有所谓 那这一个造型呢 不得不说了 窝有很多个吕布的造型 而这一个是最好的 一个你还闪现过去 哎呀还在蹲呢 这小星还在蹲呢 没关系 他喜欢坐着 各位小兄弟 做笔记了 记着啊 这一个小星 他是喜欢他坐着 你来动的 那我们先蹲在这里 看到对面猴子 他隐形 他肯定在我直接大招开起来 终结掉对面的猴子 不再去担待这个魔龙线 我要多走走着游走啊 跟着这一个 不出辅助装的 这反恩小兄弟 来一起打线 我就真的啊 这没法搞啊 没法搞 反倒是自己游走啊 更好搞啊 看到中路这里又集结了啊 我们现在这一个英雄 虽然说手感是好 可是感觉延迟有点高啊 用到这一个造型啊 没有所谓 我第三段打过去 哎以为打不到啊 那个动画好像没打 那可是其实又打得到啊 这里一个大招过去 开起来 我狂了 开起来 干一个 再来干的马洛斯 干你妈咪 再来干一个 干再干干的 还有一个 悟空 哦悟空也干了 猴子也照样干 再来干一个闪电 哇他光 光束啊 光束蒙面霞 收视率还是没有死神高啊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比较屌啊 哎我们合手再去干对面的 这一个塔好吗 好啊 二技能丢个球球过去啊 不是球球啊 这个月牙天冲 再去把对面的塔给他这么拿掉之后呢 我们这一把的出装 其实各位小兄弟 很需要的 就是你第四件要做一个全能 因为我们这英雄呢 如果你不做全能的话呢 出兵袍是可以 可是你的被动 如果你啊 这手速快的话 就没那么好 看到这里那么多人 我一个第三段干过去 哎呀 这么图人走掉 没关系 再来干一个干一个 把对面的射手给他搞掉 自己肥比较重要 对面肥也没所谓 一个二战一战打过去 狂热我开启了 好热好热脱衣服吧 在这里把对面那台呀 脱他衣服直接上了 回手 看到中路这呢 哦还有一个二战呢 就丢过去啊 我们先不回这个失魂界啊 这没死去 回死去了 就回这个失魂界啊 那蹲在这有一个啊 我们的小青在附近呢 感觉我们两个都很肥 两个的鸡鸡就比其他三位 都有差不多是 这个香家的 再一个大招 小青过来一起干嘛 啊没人干啊 又是这个沟通 他之后再进 之后再进 你就 我们已经脚戏了 你还插进去啊 这个都高潮过了 没有亮了 射不出来还差什么 软掉 那看到这有一个凯撒 我们打野这一把是图伦 可是 前两颗人头 其实呢 除了凡恩小兄弟 打辅助没出辅助装以外 还有就是图伦小兄弟 就在隔壁 不过来一起射 就在隔壁 你就已经亮 都看到他续好了 都已经可以射出来了 这个知难 还是没射 那看到有个猴子在这 哦打过去 记得你还过了 哦你往这一遍 你又往这一遍 还隐形 他没来见我干过去 跳高高裙子 看到再来干他 干他一劈过去 就直接 搭配阿莱斯特 他锁住捆绑啊 我们呢 就把这一个抖M 我们是抖S 就把它给搞掉了 伪手又看到 马洛斯在干了 我们管他的 我们要干他吗 马洛斯有什么好干的啊 反倒是上路这一个塔 更好干 看到他们在打 我们去拆高地 爽不爽 就是那么爽啊 小兵近一点 近一点 哎呀 要是近一点 我们就能够直接这一波 干主宝了 没也没关系 有个 我佛 这个什么不是佛罗伦 我滑得好像佛罗伦 开启大招过来 还有一个 这个是 哦 这那塔 哦 干掉那塔 一打二 再来二间 丢过去 他有雷魔阵 还来个悟空 你弄我不怂 因为也走不掉了 那没关系 我们这里呢 这一局啊 不要看好像 哎呀 怎么找是一换 你各位 小心 打到去 差不多40%输出 不是 不是 又扛了差不多40% 没有人进场 你不去卖自己 根本没有人会要打呀 这个我技能打过去 再来一技能 哦哦哦 再来干一下 把对面闪电 就哦哦哦 干掉了 你不去进场 你不去干对面 你不先手 这一把是没有人会帮你先手的 没有人会要进场的 你看 凡恩在 凡恩打辅助 他要打魔龙 没关系 让他打魔龙 看到两个女的 哦 直接上了 我开始狂了 好狂啊 哎呀 干掉一个 哇 真的好 好冷 哇 我写出来 再干一个 哇 这个悟空在哪里 没关系 先干掉对面的 那塔亚 还有这一个特 再有一个马洛斯 他跳上来 被我们绑住 哦 绑住就直接干了嘛 绑住他啊 双手 然后呢 他就喜欢 蒙着眼 你来干他 也不知道 哦 这个有一点爽感 这一个捆绑play 看到猴子 他想出来射了 他又想出来 再绕圈圈 你出来 吸我 吸我 先拉一拉 再来二技能丢过去 哦 有打到哦 有够远哦 这里再打过去 哦 这个悟空 我们忙干 把他给干掉了 回首开启 大大 你还来 来来来来 不来嘛 布莱特吧 他不敢啦 再来 他可能到G点了 直接把对面主宝 他们干掉 赢了这场 把他干掉 赢了这场游戏 的胜利 哇 这个啊 封面的男生 吕布啊 样子不同啦 去整容啦 哇 差不多 三十拍所有球 三十拍扛伤 三十拍扛伤啊 三十多拍两个都 真的有够狂啊 这个万姐之后啊 那么赢下这一局游戏设立呢 也是MVP啊 无用质疑的什么鬼 拿光光啊 最高扛伤 最高出抽都拿了 最高鸡鸡 最高推塔 什么鬼啊 最新版之中 他最适合打什么英雄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一位 卡瑞兹 利用二技能增加移动速度 增加几方突进的机动性 在Gank时除了有加速争议外 还能一技能为敌人增加 减抗甲的一个效果 那这样更能够帮助我们留住敌人 并且打出高额输出 在进行团战时 卡瑞兹大招隐形加跑速 使得我们可以完美解决进场的烦恼 并且持续的隐形呢 使得我们可以 如果对面有像悟空之类的英雄 就敲不到我们 让我们更加放心的冲锋陷阵 最大的第二个英雄就是 爱丽丝 我们在与爱丽丝打配合时呢 爱丽丝可以为我们增加移动速度 还有护盾 二技能加跑速让我们贴近敌人进行打击 还有就是护盾可以为我们提高生存能力 在我们突进切入敌军后排时 更可以开启大招帮助我们 对后排输出进行大范围沉默 以及减速效果 我们利用突进技能配合爱丽丝 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压制什么英雄呢 第一个就是貂蝉 貂蝉的关键点在于二技能冰冻 冻住敌人 冻住我们大招打出极高的爆发 我们大招能够增加韧性 再加上魔防鞋还有现在狂热增加的韧性 不管冰冻还是减速对我们来说都是没有太大威胁 并且大招我们还可以解开呢 而且我们一技能位移也能轻松躲掉貂蝉 二技能突进击杀貂蝉 压制的第二个英雄就是这一位 勇 我们一套技能很少有脆皮能够承受得住 我们高机动性还有强大控制能力 也能让没有位移的脆皮十分头疼 即便勇的高伤害可以给他一定的自保能力 可是我们大招大招这一个强大回血效果 也能抵消了这个优势 轻松压制近乎无解 可是被什么英雄给压制呢 第一个就是麦克斯 麦克斯就是我们的天敌 在我们还没有啊 对面还没有这一个居魂的时候 我们几乎是无敌的 除非对面有麦克斯啊 天生自带居魂使得我们 四等也没有像平时的那么强势 那压制我们的第二个英雄 就是这一位牧家爵 同样的道理 牧家爵也是天生带减吸血 天生居魂使得我们 很难在前期打出有效的伤害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Mate Tim的 我喜欢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